好,成立超过一甲子的凤林镇豆奶加工厂 之前举办了加工食品厂的启用典礼 并且推出了凤容豆奶、曼城豆奶、曼城有机豆奶品牌上市贩售 那么最后开始是举行了六场次的饰饮活动 凤容地区农会食品加工厂的机械及厂房设备更新之后 目前正在积极进行六场次的豆奶饰饮活动 预计将在吉安湘农会、花莲市农会、新秀农会、观山农会、台东地区农会举办饰饮活动 让消费者能够在现场就可以品尝到最新鲜道地的友善耕作豆奶 会不会想要买 好了好了,买一箱 我们积极在推动地产递销的一些辅导工作 尤其我们辅导农民种植花莲号的黄豆品种 我们收成以后,农会以保驾收购的方式 全部跟农民收购起来当作我们做豆奶的原料 而我们取得有机还有友善跟产销履历验证的标章 第一方面,板年老店为我们所有民众实的方面做一个把关 另外一方面,我们把整个设备跟它更新 用玻璃瓶的包装的方式 高温杀菌,而且完全没有防腐剂 最主要是我们要主打我们在地凤林地产递销的 尤其凤林市所生产的黄豆 凤凰地区农会农民种植花莲一号黄豆品种 并取得有机产销履历等验证标章 全数收购作为生产豆奶的原料 成品以凤容豆奶、曼城豆奶、曼城有机豆奶的品牌上市贩售 主打凤林在地种植非基改黄豆研磨制造 未来拓展在地黄豆产业的行销通路 各级农会的超市以外 在桶冠还有就是网络平台的部分 只要大家上网打我们凤容地区农会 就可以看到我们各式产品 我们现在在推广的期间 两箱只要满两箱宅片免运费 全新包装通过食品安全检验 而目前正在销售活动当中 只要订购两箱都能够免运费 为在地大豆产业链注入新的活力 凤容豆奶 赞赞 记者林杰新陈香采访报道